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点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企业应当选择采用总额法或者是净额法去进行会计处理 当然题目当中都会直接说是总额法还是净额法 那什么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来着 就是只要是没有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都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吧 好 我们看题目的标准 然后再去选择说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 如果是总额法 那总额法呢 最终一般就是进入其他收益 或者是营业外收入 如果是净额法 应当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或者是营业外支出 我在这里先说第一遍的思路 后面再给大家反复的去进行巩固啊 你比如说 现在咱们是采用总额法 然后现在取得的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你要去区分说 我们是先收到政府补助 还是先花钱 好 如果我们是先收到政府补助 无论是总额法还是净额法 我们都是先去确认递严收益 然后等到确确实实花这个钱了 再去确认到其他收益 或者是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当中 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 但这种呢 相对来说几乎不太可能提前收到 后面会讲好再来就是先花钱 如果说我们先花钱 然后才取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么如果是总额法下 就会直接寄到其他收益当中 如果是净额法 就会直接去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后面都会给大家去讲 好 再来涉及到营业外收入 以及营业外支出 这肯定是与企业日常的经营不相关的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企业现在遭了灾了 你比如说这个上个月啊 泥石流把我们的这个仓库给他整个压坏了 里头的货物全都已经损失掉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月审批下来 政府给了咱们一百万的政府补助 如果是总额法下 总额法下是不是单独做处理 不能够影响原来的账务处理 因为本身我们发生净损失 自然灾害导致的会记录营业外支出 总额法下针对于这种营业外支出 所对应取得的政府补助 单独计营业外收入 不能充减营业外支出 而如果是净额法呢 那净额法下是不是就是直接充减呀 就比如说您之前确认了营业外支出一千万 现在政府给补了一百万 直接充减营业外支出一百万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思路 好这一块大体听一下 这是第一遍 后面还会逐一展开着再去说明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如果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 或者是损失 应当先确认为低延收益 因为现在是先取得补助 我们一旦取得的时候 带低延收益借方是银行存款 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 或者是损失的期间 进入当期损益 或者是充减相关成本 这里是一个或者的关系 就因为总额法直接契入的是其他收益 如果说是净额法就会充减相关的成本 或者是费用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相关费用发生的时候 那总额法下 你就会把之前确认的低延收益 然后给它转到其他收益当中 但如果说是净额法 那净额法下呢 你就要看 你比如说 咱们实际发生的时候 我们本来记在管理费用当中 在这里就会用低延收益去充减管理费用 如果说是涉及到相关其他的这个成本 也是一样的去进行充减 好 再次强调啊 总额法下 是不影响原来的账务处理 那你比如说 我们最终发生的这个支出 记在管理费用里头 咱们总额法呢 是不会影响管理费用的处理 但是净额法的话 就会去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好 看一下这道例题 假企业于二某19年3月15日 与其所在地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 当地政府将向假公司提供1000万元的奖励基金 用于企业的人才激励和人才引进奖励 假企业必须按年向当地政府报送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并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假企业于二某19年4月10日收到了1000万元补助资金 分别在二某19年的12月 二某20年的12月 二某21年的12月 使用了400万 300万 以及300万 那么很明显 我们4月10号收到这笔钱的时候 先要确认的是地盐收益 因为这个钱是不是在以后花 对不对 好 接下来他又说 用于发放给总裁级高管的年度奖金 那你就要知道啊 对于发生这些高管的年度奖金 是不是我们确认的时候 记在管理费用当中 对吧 接下来我们还得去关注它是总额法 还是净额法 因为如果是总额法 不影响你原来确认管理费用的处理 在旁边单独把地盐收益转到其他收益当中 如果是净额法 会直接冲减管理费用 本例题当中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看一下对应的处理 假定 假企业 选择的是净额法 对此类补助进行会计处理 其账务处理如下 其实无论是总额法 还是净额法 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都是借银行存款 带地盐收益 那接下来就是净额法的处理 在每一期 也就是每一年的12月的时候 按照对应的可以使用的金额 直接是借地盐收益减少 第一年是400万 然后呢 第二年是300万 第三年也是300万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啊 因为在这道题里头 没有单独去确认说 每一年 实际要给总裁级高管的年度奖金金额是多少 你比如说 这个二某19年12月的时候 确认应当发放给总裁级高管年度奖金 假如说是1200万 那么那时候是不是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接下来呢 针对于有政府补助的部分 就会去充减管理费用 注意下这一点 好 如果是总额法呢 总额法的第一步是不是一样 先去确认地盐收益 接下来在每一期期末的时候 是借地盐收益 带其他收益 不会影响管理费用 因为总额法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在旁边不打扰人家 是不是 好提示啊 提示的内容就是针对于总额法怎么处理 我刚才已经说完了 所以不重复了 第二个点 当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如果用于补偿企业 已经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那这一回呢 是先发生了成本费用或损失 然后才取得收益 此时企业应当直接记录当期损益 或者是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那如果是总额法下 就会直接记录其他收益 如果是净额法下 会直接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好 由此 我们再在这里总结一下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不是前面讲了两点 第一点是先得到补偿 先收到补偿 然后呢 以后才发生相关的 与收益相关的支出 那这个时候 先收到的时候 先进入地盐收益 以后实际发生的时候 再去进入损益 或者是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那如果说是先花钱 后收到政府补助 那就是直接记录当期损益 或者是充减相关成本费用 好 总额法下呢 一般就是记录其他收益 如果是与营业不相关的 那就是去确认营业外收入 净额法下 应当是去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如果是与营业不相关的 比如说自然灾害 有相关的损失 政府给的补助 就是充减营业外支出 好 这里啊 对应的处理后面都会给大家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例题 以企业销售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该企业的这种产品 适用增值税急征急退政策 注意是增值税急征急退 我在前面是不是特地强调了 那涉及到税的问题 咱主要就记一个增值税急征急退 它是属于政府补助的范畴 按照1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付超过3%的部分 实行急征急退 你说超过3%的部分怎么算 跟我没有关系 感兴趣的小伙伴 你可以在筑快税法当中学 咱们在会计这会直接告诉你金额 一企业二某二一年8月 在进行纳税申报时 对归属于7月的增值税急征急退 提交退税申请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的退税额 为10万 注意啊 最终在我们会计这里 会直接告诉你退税额是多少 本例当中 软件企业急征急退增值税 与企业的日常销售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们肯定是卖了东西 需要去交增值税 我们交了增值税 人家才会退 所以这肯定是跟销售密切相关的 属于与企业的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现在是人家直接退给咱了 那我们应当直接记录其他收益当中 有没有同学觉得说 啊 为什么是其他收益啊 不能是别的吗 那如果说是我们采用净额法 难道就不会去充减别的吗 不会啊 无论是总额法 净额法 这里的处理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原来去确认增值税的时候 你知道增值税从来不会影响损益类科目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要去确认政府补助的这项收益 只能寄到其他收益当中 好 借方 如果还没收到这个钱 就是其他应收款 因为这是跟政府去要回来这个钱 对吧 是政府给咱们 而不是基于交易跟客户要 你不能是应收账款 只能是其他应收款 好 接下来 下一道例题 并企业二某20年11月 遭受重大自然灾害 注意11月已经遭灾了 并于二某20年12月20日 收到政府补助资金200万元 用于弥补其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 好 一开始 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 净损失肯定计的是营业外支出 那接下来 我们之后又收到了政府补助 我们怎么做处理 12月20号 并企业实际收到补助资金 并选择总额法去进行会计处理 如果选择总额法 你就不能充减营业外支出 而是单独确认营业外收入 注意啊 借银行存款 但营业外收入 这个时候不能是其他收益了 因为与企业正常的经营没关系 这是遭了灾导致的 这时候记得是营业外收入 如果说是净额法呢 如果是净额法的话 就会充减营业外支出 就是借银行存款 但营业外支出 好 接下来看题 单选题 二某19年12月 甲公司取得政府无偿拨付的 技术改造资金100万元 增值税出口退税30万元 以及财政贴息50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二某19年12月 获得的政府补助资金为多少万元 属于政府补助的部分 是不是首先是政府无偿拨付的 技术改造资金 这是政府无偿给咱的 这是政府补助 那么增值税出口退税是吗 反复说不是 因为它退回来的是我们原来垫出去的税 我们特地强调涉及到税那 涉及到我们减征免征都不算 要记得就一个增值税急征急退 那是属于政府补助 其他都不是 涉及到财政贴息 这是的 好 销售其自主开发的动漫软件 可以享受增值税急征急退政策 二某18年12月10日 该公司收到急征急退的增值税税额40万元 下列各项当中 甲公司对该笔退税款的会计处理 正确的是 是不是应当是针对于已经收到的钱 因为他说是收到 那收到就是银行存款 代方呢 就是其他收益特地强调过 那你涉及到政府补助呢 你要不然就是确认一开始先收到的 低延收益 要不然就是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会去确认其他收益 如果说是涉及到与营业无关的 还会有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对吧 那在这里头呢 你只能够找到其他收益 因为这个钱是直接给的 也不是说先给你 然后以后才发生 也不会是低延收益 所以此时选择的是C选项 好 当然这也是与销售相关的 也不会是营业外收入 下一道单选题 假公司发生的下列各项交易 或事项当中 应当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进行会计处理的是 A 收到政府以股东身份 投入的资本5000万元 这不属于政府补助 这是有偿的呀 因为政府当了咱的股东啊 他持有我们的股权 并且以后还可以分红呢 这不是无偿的 不是政府补助 B 收到急征急退的增值税 退税额20万元 增值税急征急退 是你少数的要寄的 与税相关的政府补助 没问题 再来看C选项 获得政府无偿化波的公允价值 为900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 这是属于政府补助的范围 没问题 因为这是无偿的 且给的是使用权 这是政府补助 但是不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因为这显然是形成了长期资产啊 这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而非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所以不选C 仔细审题啊 D 收到政府购买商品支付的货款 300万元 那这是人家来买咱的东西 咱应该按照收入准则的内容 去确认收入 而不是政府补助的范围 所以选择的是B选项 下一道 多选题 下列各项 关于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 A 总额法下 收到的自然灾害补贴款 应当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总额法下 你收到的自然灾害的补贴款 不能充减营业外支出 单独确认营业外收入 没问题 B 净额法下 收到的人才引进奖励金 应当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错了 这是人才引进的奖励金 而且是净额法 那肯定会去充减什么 但这个奖励金啊 我们要看 后面是怎么做处理的 你比如说 如果它是确认为管理费用 那么 净额法下 就会去充减管理费用 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情形 但它没有具体说 而且肯定不是营业外收入 好 C 收到的用于未来购买 环保设备的补贴款 应当确认为 低延收益 没问题 无论是总额法 还是净额法 你先收到钱 以后才花 那我肯定确认的是 低延收益 D 收到急增急退 增值税 应确认为 其他收益 那么急增急退的增值税 是不是确认的就是其他收益 没问题 所以选的是 A C D 三个选项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点 综合性项目政府补助 对于同时包含 与资产相关部分 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 企业应当将其进行分解 区分不同的部分 进行会计处理 那如果说 你能区分出来 说这些与资产相关 那就是按照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去做处理 如果说能分出来 这些与收益相关 就按照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去做处理 怕就怕 难以区分 难以区分的时候 怎么办呢 应当将其整体归类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进行会计处理 最后这句话 是有可能考判断题的 要知道 如果没法区分 那打包怎么办呀 打包按照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进行会计处理 好 看小心点 两种如果都有的话 能分就分开算 分不了的话 就整体按照收益来 这是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去进行处理 看一下这一道例题 二某21年6月15日 某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与甲企业签订了 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你对甲企业的 新药临床研究项目 提供研究补助资金 该项目的总预算为600万元 其中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资助200万元 企业自筹400万元 是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的200万元 用于补助设备费用60万元 材料费15万元 测试化验加工费95万元 会议费30万元 是不是把这个200万给他用在哪 说的非常的清楚 好 假定除了设备费外的其他各项费用 都属于研究支出 费用化支出 那除了这个设备之外 那设备的部分是不是就是与资产相关的呀 因为你要去购入这台设备啊 那设备能用好多年啊 它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的呢 那些都是与研究支出 费用化支出相关的 那研究支出费用化支出 不是要在期末转到管理费用当中吗 那就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好 是科技创新委员会 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将资金拨付给假企业 假企业于二某二一年的7月10日 收到补助资金 那它是先收到之后再花钱 所以收到的时候肯定是借银行存款 代递延收益 在项目期内 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 使用了补助资金 假企业于二某二一年7月25日 按照项目合同书的约定 购置了相关设备 设备成本是150万 无论是总额法还是净额法 咱是不是上去先得去确认借固定资产 150万 这里不考虑相关税费 代方就是银行存款 就可以了 好继续说 其中使用补助资金60万元 那你使用的这补助资金60万元 我们就得去考虑 如果是总额法 是不是就会按照这台设备 往下提折旧的方法 把这60万一点一点的分摊到 其他收益当中 如果是净额法 那么这个对应的60万的低延收益 就会直接充减这台设备的账面价值 好继续说 该设备是用年限为10年 采用直线法 具体折旧 也是不考虑净资产值 咱只要考试啊 都是这样的条件 看一下 本例当中 假企业收到的政府补助 是综合性项目 政府补助 因为既有与资产相关的 又有与收益相关的 需要区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并分开进行处理 假设 假公司对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注意现在是采用净额法去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收到的时候 总额法或者是净额法 收到补助资金的时候处理是一样的 接下来购入设备 购入设备的处理刚才也说了 总额法和净额法都一样 只不过因为是净额法 注意你在借方地盐收益减少60万 代方充减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60万 停 为什么充减的是60万 前面不是拿到200万吗 题目当中说了 这200万当中与这个设备相关的只有60万 对应到设备身上的补助只有60万 所以只能充减60万 好之后 自二某21年的8月起 为什么8月 因为7月增加的 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折旧 从8月份每月都要去提折旧 那提折旧的金额 就是按照调减后的账面价值 就是150万减去60万 得到90万 对吧 然后预计净盘值又是零 直接去除以10年 然后呢 每一年有12个月 可以算出来 每一个月提多少折旧 那这个折旧 直接进入研发支出就可以了 因为他也没有说具体这个支出后续怎么做处理 所以我们就先不用管 直接进入研发支出 代方是累计折旧就可以了 那这是对于采用净额法的处理 如果说我们是采用总额法处理呢 一开始收到补助的处理是一样的 购入设备的处理也一样 只不过在总额法下 不需要去充减账面价值 而在之后每一期固定资产提折旧的时候 那么总额法下固定资产是按照150万 除以10年 再去除以一年有12个月 按照这个金额 借研发支出 代累计折旧去提折旧 对吧 同时呢我们要把那60万去除以10年 再去除以一年有12个月 按照这个金额 按期去转到其他收益当中 借地研收益 代其他收益 这个思路啊要想清楚 好 对其他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假企业应当按照相关的经济业务的实质 确定是进入其他收益 还是充减相关成本费用 在企业按照规定用途 实际使用补助资金时 进入损益 或者在实际使用当期期末 根据当期累计使用的金额 进入损益 借地研收益 代即有关损益科目 那假如说啊 对应的是管理费用 现代式金额法下 就会直接借地研收益 代管理费用减少 那如果说它是总额法 那么就是借对应的地研收益 代方呢 是其他收益 一定要区分清楚总额法 以及净额法的处理 接下来看第五个 政府补助退回的会计处理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 需要退回的 应当在需要退回的当期分情况 按照以下的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来的 怎么回去 我们注意一下 初始确认时 如果已经充减了 相关资产账面价值的 那这是不是就是 咱们的净额法 对吧 现在既然说已经退回去了 你原来充减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针对于退回去的部分 就要回来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调整资产账面价值 对于存在相关地研收益的 你比如说 我们是采用总额法去进行确认 那总额法下 是不是还没有分摊完的 还在地研收益里头 如果说 又都给他退回去了 针对于 你比如说 我地研收益账面余额是100万 如果都退回去了 那就充减地研收益至0 就可以了 如果说 我账面上是100万 但我要退120万 先把地研收益账面余额充减至0 剩下来的 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的处理就不用管了 好 接下来 是属于其他情况的 那其他情况呢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就可以了 好 这块对应的看一下 主要就是净额法 你原来充减了账面价值 现在就给它对应的调回来 再来 就是如果是总额法的话 那么你现在 要把剩余的地研收益 给它消掉 当然这不一定是 仅仅是这个总额法 因为咱如果是净额法 如果是与收益相关的 也有可能先在地研收益里头 那你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先把地研收益账面余额充减至0 然后还要抄的部分 寄到当期损益里 此外 对于属于前期差错的政府补助退回 应当按照前期差错更正进行追溯调整 这是有错 有错就要差错更正 差错更正呢 我们最后再学 现在听一下就行了 看一下这道例题 一企业于二某19年11月 与某开发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在开发区内投资设立生产基地 协议约定 开发区政府自协议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 向乙企业提供300万元产业补贴资金 用于奖励该企业在开发区内投资并开展经营活动 乙企业自获得补贴起5年之内注册地址不签里本区 如果乙企业在此期间内提前签里本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允许乙企业按照实际留在本区的时间 保留部分补贴 所以这就是按照时间去进行分摊嘛 那你看同共给人家300万的补贴 对应的要求是在这里至少待5年 每一年分摊的不就是60万吗 并按剩余时间追回补贴资金 比如说他在这待三年走了 那还剩下两年 剩下两年的钱就要退回去 一年60万 一共是120万 乙企业于二某20年1月3日收到补贴资金 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应当先去确认递延收益 假设乙企业在实际收到补助资金时 客观情况表明 乙企业在未来5年内 迁离开发区的可能性很小 乙企业在收到补助资金时 应当记住递延收益科目 由于协议约定 如果乙企业提前签力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有权追回那部分补助 说明企业每留在开发区内一年 就有权取得与这一年相关的补助 与这一年补助有关的不确定性 基本消除 补贴收益得以实现 所以乙企业应当将该补助 在5年内平均摊销 截转计入损益 他是5年里头平均去进行摊销 那每一年去摊销的时候就是 借递延收益60万 然后呢 代方是其他收益60万 本例当中 开发区政府对乙企业的补助 是对该企业在开发区内 投资并开展经营活动的奖励 并不指定用于补偿特定的成本费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是之后去确认其他收益就可以了 看一下 二某20年1月3日 乙企业实际收到补助资金的时候 因为这是不是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里头 要分摊去确认 所以先去确认递延收益 接下来 每一年的年末 都应当将递延收益转到其他收益 金额就是300万除以5年 对应的就是60万 好 假设现在改一下啊 说二某22年1月 注意这个时候已经过去几年 过去两年 因为20年1月份的时候拿到的钱 然后呢 一直到21年1月22年1月这个时候已经是整两年了 过了两年 乙企业因为重大战略调整 千里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根据协议要求 乙公司返还补助180万 那一年是60万 他在这待的还差的那三年 对应的就是180万 那这个递延收益也要在借方减少 这个钱呢 应当交还给政府 还没交的情况下 就是其他应付款 因为现在不是基于交易啊 肯定是其他应付款 而不能是应付账款 另外如果直接付了 就是银行存款减少 好 到这儿 关于政府补助两个小节的内容 就都给您说完了 是不是内容相对来说又简单 然后又少 好 我们把这两小节的内容啊 一起来总结一下 首先关于政府补助概述 我们先看一下范围 常见的政府补助有哪些 涉及到无偿拨款 以及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 你就记一个增值税 急征急退就行了 减税啊 免税啊 甚至是出口退税啊 那些都不属于政府补助的范围 还有财政贴息 以及无偿给予非货币性资产等 好 再次又强调了一下 增值税出口退税 不属于政府补助 小心点 接受政府投资和卖东西给政府 这都是有对价的 不是政府补助 因为政府补助强调 首先得有相应的资金啊 或者是非货币性资产 得是来源于政府的 对吧 再来得是无偿的补助 那这种政府投资 亦或者政府来买东西 这都是有对价的 不属于政府补助 接下来 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我们注意啊 这是与资产相关 证明最终形成了长期资产 比如说咱考试的时候 常见就是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我们要去区分是总额法 还是净额法 如果是总额法 总额法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他在旁边静静的待着 不去打扰别人的生活 是吧 所以你本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完全不受影响 咱们总额法下 在旁边单独确认 递严收益 然后按照你固定资产提折旧 或者是无形资产提摊销的标准 一点一点的分期 分摊 记录其他收益 即可 所以强调 总额法不影响原账务处理 自己在旁边单独算 好 取得补助时 先去确认递严收益 然后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 分期摊销 记录其他收益 那这个合理系统的方法 就是参照固定资产提折旧 无形资产提摊销的方法 如果说我们是先取得补助 再去构建资产 那么就直接在这个资产的 使用寿命当中分摊就行了 因为钱是先来的嘛 但如果说先构建资产 后取得补助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补助 与这项资产相关 你只能是基于这个资产 剩余的使用寿命去进行分摊 第四个 提前处置的时候 如果提前处置 之前还有没分摊完的 低延收益啊 应当一次性转入资产 处置当期的损益 不再予以低延 就一次性转入 当期损益即可 好 净额法 净额法将补助资金的金额 充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企业按照扣减了 政府补助后的资产价值 对相关资产 既提折旧 或者是摊销就可以了 一定要直接去充减账面价值 你可以先取得这个补助 先寄到低延收益里头 然后构建相关资产之后 第一件事就充减它的账面价值 按照充减后的账面价值 再去提折旧 以及摊销即可 再来看一下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我们在前头说 只要不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也就是没有形成长期资产的情况下 是不是都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好继续看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在收到补助的时候 我们要区分一下 如果是先收到补助 这是补助以后期间 发生的相关的费用等 那这个时候先去确认低延收益 如果说是补偿已经发生的 那已经发生的 这个时候就会直接进入损益 或者是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就不会确认低延收益了 好另外 具体应当怎么做处理 如果是总额法 总额法会进入其他收益 或营业外收入 如果是净额法 是直接充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或者是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这说一下 比如说咱们企业遭了灾了 净损是一千万 我们原来会去确认 净损是一千万元 记录营业外支出 接下来告诉你说 之后咱们取得了政府的补助 假如说是五十万 如果是总额法 仍然是不会去 充减营业外支出 它还是安静的在旁边待着 不打扰人家 单独做处理 因为这个时候 与企业正常的揪营 是记录营业外收入 但如果是净额法 净额法就会直接去充减 营业外支出 好 再来就是综合性项目 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我们就要去看 综合性项目里面 包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以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如果能够区分清楚 那么我们就分开去做处理 如果分不了 注意怎么办 打包整体 按照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来做处理 好 至此 政府补助的基本内容 也都已经复习完了 接下来 我们看一道21年考的 政府补助的计算分析题 二某21年6月 甲公司发生的 与政府补助相关的交易 或者是事项 无效 好 这是投 投完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伟的总体的要求 甲公司对政府补助 采用总额法 进行会计处理 注意是总额法 那又说 本题不考虑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等其他因素 凡要求计算的 应当列出必要的计算过程 好 他要求你都得列出计算过程 那你要是没没列就不行 好 注意啊 计算结果出现两位以上小数的 均四舍五入 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小数 凡要求编制会计分录的除题中有特殊要求外 只需写出一级科目 只要没有让你写明细科目 你就不用写明细科目 答案当中的金额单位用万元来表示 请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 那指定的答题区域就指的你考试的时候 下面那个作答的框框 这一块 它的这个要求啊 是很多计算分析题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要求去答 好 资料一 二某二一年六月十日 假公司收到急征急退的增值税税款 二十万元 以收存银行 那对应这块的账务处理你会不会 判断 假公司二某二一年六月十日 收到急征急退的增值税税款 是否属于政府补助 你先去判断 给出准确回答 再 编制收到该款项的会计分录 好 首先呢 他让你判断的时候 你就把判断俩字去掉 剩下来复制下来 直接就是假公司二某二一年六月十日 收到的急征急退的增值税税款 是 你是不是就把否去了就行了 是属于政府补助 你把这复制下来 把该删的字删了 给出来的就是准确回答 虽然比这个答案多了几个字 但是你给出来的是准确回答 且是复制的 不用打字 速度快啊 尽量复制 好 继续 相关的会计分录 我们说 急征急退的增值税的税款 是不是是与销售相关的 所以这个时候直接确认其他收益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收益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资料二 二某二一年六月十日 假公司于某市科技局签订科技研发项目合同书 该科技研发项目的总预算为八百万 其中假公司自筹五百万元 市科技局资助三百万元 好这是人家资助的是三百万 这是属于政府补助 是科技局资助的三百万元 用于补贴研发设备的购买 注意我们形成的是研发设备 研发设备肯定是固定资产 这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应的是三百万元 研发成果归假公司所有 所以这显然是无偿的是政府补助 二某二一年六月二十号 假公司收到市科技局 拨付的三百万元补贴资金 款项已经收存银行 那我们就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带递延收益 二某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四百万元 购入研发设备 一开始购入的时候 确认的是固定资产 他说并立即投入使用 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折旧 从七月份开始提折旧 因为咱们在最前面 提干当中说的是总额法 那总额法下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去拿 地盐收益充减账面价值 不用吧 而且呢 你地盐收益在旁边 按照固定资产提折旧的标准 往下去进行分摊 咱们固定资产也正常的 去提折旧就可以了 好 第二问 判断假公司二某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收到市科技局拨付的补贴资金 是否属于政府补助 并编制收到该款项的会计分录 首先让你判断啊 你还是复制 假公司二某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收到的是科技局拨付的补贴资金 属于政府补助 该去掉的字 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好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简单的去答 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差别 你愿意怎么答 怎么答 只要答对了就行 你如果说担心自己打错字 完了之后 万一要是少得分呢 你就可以尽量的去进行复制 因为这肯定是最快的 那相关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代低延收益 第三问 编制假公司二某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购入研发设备的会计分录 我的天呐 这么简单的一步 是不是 借固定资产 代银行存款 总提案当中说了 不用考虑增值税 所以增值税也不用管 好继续 资料三 二某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贾公司作为政府推广使用的A产品的中标企业 以90万元的中标价格 将一批生产成本为95万元的A产品 出售给消费者 该批A产品的市场价格为100万元 当日A产品的控制权已经转移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二某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贾公司收到销售该批A产品的财政补贴资金10万元 并存入银行 好那你看一下 我们以90万元的价格 卖给了消费者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10万是从政府那拿到 所以我们一开始把商品卖给客户的时候 也就是卖给这些消费者的时候 控制权转移的时候 我们确认收入是应当是100万元 对吧 这个角度应当考虑到 那么在这里他说判断 假公司二某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收到销售A产品的财政补贴资金是否属于政府补助 那你首先你是不是就应当是直接去判断 你可以复制下来 然后最后的结果说一下 这不属于政府补助 为什么呀 因为这实际上是来买咱们的东西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应当是用的是收入准则 好 并编制收到该款项的会计分录 你收到该款项的时候 直接就是确认收入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这一天控制权转移的时候 直接收到的钱 那我就是借银行存款带主营业务收入 那这道题可能有同学觉得说 我能不能直接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一百万元 然后呢 我再去截转主营业务成本 实际上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道题目 他问的是收到该款项的对应的会计分录 他只是针对于收到财政补贴款项 去做相应的处理 所以这样简洁的处理相对来说更标准一些 好 那这道题也给大家说完了 咱们整个政府补助这一章就给大家讲完了 是不是感觉内容很少 而且很简单 好歹是松了一口气 是吧 下一章开始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今年新增的内容 包括债务重组 以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知识 我们来设计 刚刚才同时 我们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